GAME 哈嘍各位自由時報汽車頻道的粉絲大家好 我是Nick 很快的今年已經來到12月底了 我們先跟大家伴個早年 祝大家新年息希望新年快樂 好,不免除了我們今天來的試駕是全新大開款BMW X5 首波台灣引進的車型有一款汽油兩款柴油動力 我們今天試駕是40RA車型 它搭載的是3.0 6缸汽油渦輪引擎 最大馬力有340匹 有力的可以來到45.kgm 零帶100加速上,只要5.5秒就可以達成 它這次全車系都標配了4TG系統 所以可以享受輕度越遠的off-road 越野樂趣 至於在主動科技上面呢 這次全車系都已經標配了ACC 主動防撞、主動偏移系統 所以不用再選配了 但是還算蠻不錯的 至於試駕心得到底如何呢 我們先看看它的內外觀有什麼豪華的好料配備吧 好,Let's go 大改款第四代BMW X5 全車系具備X-Drive四驅功能 能帶來off-road的越野樂趣 30D、40i車型外觀影標配X-Line外觀套件 M50D則換上更帥氣的M-Sport套件 BMW X5融合最新的家族式水箱護照 面積獲得放大 展現兼具豪華把戲細型 另外全車系以標配智慧型LED頭燈 30D、40i入門兩款搭載19吋旅圈 旗艦款則升級至20吋 而帥氣的M50D則有專屬的M套件加持 除了有21吋、M化大理線 還有M煞車卡鉗、跑車懸吊、M排氣聲浪等好料配備 車尾後方採用以長置雙出排氣管 來提升視覺運動感 同時方便的電動紋尾已經是全車系統一標準配置 內裝部分 全車系採用最新iDrive 7.0介面 雙12.3吋的儀表板與中控螢幕列為全車系標配 並搭載全數位虛擬座商與完整的衛星導航功能 這次主動安全可起不用再加價選擇 全車系標配LV2的半自動駕駛輔助套線 包含ACC智慧型號、LKA車道溫式輔助 主動防撞輔助、步行人偵測等功能 並結合六區安全性能 安全表現在水嘴之內 跑車化座椅坐起來相當舒適 泡棉柔軟且支撐性足夠 且兩側座椅出席設計 帶來出色的保護性 另外電動天窗這項質感配備 為旗艦版以上專屬配置 畢竟要價300萬以上的豪華修理 市區恆溫空調加上寬敞的空間表現 後座的舒適性也是相當不錯 台灣首波提供一款汽油兩款柴油車型 40i汽油車型搭載3.0升6缸渦輪增壓引擎 最大馬力340hp 有力45.9kgm 30d柴油則為3.0升6缸柴油引擎 最大馬力265hp 有力63.2kgm M5引力為3.0升6缸柴油4渦輪引擎 最大馬力突破400hp 有力來到77.5kgm 相當強悍 經過一整天的試駕下來 我覺得這一代的BMW大概差5 這個3.0 6缸汽油渦輪引擎 動力感度上我覺得相當飽滿夠用 而且它加速還不慢 0-100km加速可以在5.5秒達成 比較可惜的是我覺得它的底板 也跟不上它的動力反應 但也不是它的缺點 因為這種SUV本來就是追求家人的乘坐舒適性 所以懸吊設定上會偏軟性一些 所以過洗彎來它的彈跳回彈率多了一些 可是不代表它的操控不好 因為它這個具備四輪驅動系統 我覺得四格輪子的循跡性表現得相當的出色 就算用力殺洗彎來 它四格輪子還是穩穩的貼住地面 而且指向性 方向盤指向性也很精準 就是符合BMW的操控本色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